聯合國安理會用最強力的操詞譴責對瑪利不報基達爾的一處聯合國基地火箭襲擊事件 事件造成兩名聯合國維和人員和一名平民合同人員喪生 至少另外有20個人受傷 聯合國安理會要求瑪利政府迅速對星期六的襲擊事件展開調查 並將兇手承之於法 根據法新社報導 一個與基地組織有關的伊斯蘭各集團伊斯蘭衛視的資深成員 聲稱對這宗暴力事件負責 並表示這宗襲擊是對侵犯他們領土的伊斯蘭敵人做出的回應 這個說法還沒有得到獨立消息來源的證實 聯合國一份聲明中說聯合國成員國強調 針對維和人員的襲擊 按照國際法可能會構成戰爭罪行 星期六的襲擊事件之前 上星期在馬里首都巴馬科的一間豪華酒店 發生的一次激進分子襲擊事件 造成至少20個人喪生